请入第五章 第五章 来 第五章 还是我从第一节读 大家从第二节 感谢神 好 我读第一节 你们读第二节啊 我看见座宝座的右手中 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言了 我看见一位法人士 法人说 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 接着那七印封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可以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书 长老宗又以我说 不要哭 看那由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 以四伯物 并立了 之中 有高阳战帝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上帝的七印 凤凤 看一眼 往处添下去的 这高阳前来 从坐宝座的右手里 拿着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伯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救护 在高阳面前 各拿着心 和尘满着心的金融 这将就是众生书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上帝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和亲自归于上帝 在地上执掌防征 我又看见 且听见宝座 与活物 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曾被杀的高阳 是贝德权命 宝座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宋赞 感谢神 我又听见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 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 被造之物 都说 愿 但愿 宋赞 尊贵 荣耀 全世 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高阳 直到 永永远远 似弘 就说 阿们 众长老 也 祝福 敬拜 感谢神 我们看到 启示录的四章 和五章 他都是 老约翰 他的灵人 被提到 什么哪里了 宝座 都提到宝座上 看见了这一切 约翰的肉身 他的身体 在哪里 巴摩的海岛上 他的肉身 在巴摩的海岛上 虽然念了孤单 但是有一点 他的灵 他一直渴慕主 渴慕主 他的灵人 被提到天上 看到了天上 将要发生的一切 所以老约翰的侍奉 就是宝座前的侍奉 可以告诉我们今天 凡是一切 你的心渴慕主 你的灵人 虽然你的人 你的人在地上 但是你的心 你天天仰望神 让我们天天仰望神 让我们的灵 就能够干什么 也能够向很多很多的圣徒 是宝座前的侍奉 所以第五章的名字呢 我们就问神 主啊 第五章的名字是什么呢 第四章的名字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是神的荣耀 是吧 第四章的名字是神的荣耀 第五章的名字呢 就是神奇妙的作为 因为他要把小书卷揭开 是吧 第五章就是神奇妙的作为 小书卷将要被揭开 因为神的心呢 是叫我们都抬头望天 因为天和天上 地和地上 还有其中所充满的一切的权柄 都给了耶稣 都给了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要和主 永永远远的在一起 感谢神 说我们看第一节 第一节说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 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言了 感谢神 这里说 我看见坐宝座的 这个看见呢 就是老约翰 我们刚才说了哈 他的肉身在地上 他的灵人呢 已经被提到天上 是老约翰看见坐宝座的 就是主说 就是我父耶和皇 他的右手代表父的权柄 我和父圆为一 那这个书卷呢 书卷 他不仅是代表启示录 也代表全辈的真理 代表 掌握全世界的律法和准绳 这是这个书卷 就是说 他不仅代表启示录 也代表全辈的真理 他是代表掌握全世界的准绳和律法 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也就是说 耶和华 耶和华的手拿着小书卷 真理掌握在父的手中 你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与父 圆为一 我与父 用至尊的律法 全辈的真理 准绳 掌控着全世界 用我全能的命令 托主万有 凡是信靠我的 都要按照真理轨道 往上走 一直等到 我再来接你们 因为我迎娶你们的日子 尽了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小书卷 这个小书卷 就是不仅是启示录 也是全辈的真理 神 为什么在父的右手呢 因为整个 就是说 整个的至尊的律法 全辈的真理 掌握在父的手中 因为父是用什么 用他整个至尊的律法 来管理全世界 这里又说 里外都写着字 什么叫里外写着字呢 这里告诉 里是代表里边的字 是隐藏的 是封着的 我不揭开 无人能打开 外 什么叫外边的字 写在书面上的 就是圣经 使人得自由的律法 就是圣经 那里外都写着字 这里又告诉我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也就说 你看 里外都写着字 也就说 小书卷 里外写着字 这是我父的智慧 主的灵说 这是我父的智慧 这个时候呢 就灵里看见 灵里看见 就是我手拿着本圣经 就大家手里拿着本圣经 这个圣经呢 就看到那个 看见什么呢 就看见 凡是我们圣经 空白的地方 都密密麻麻 添满了字 完了就比我们 现在手里圣经 正好厚了一半 也就是说 神说如 就今天呢 当圣灵带领我们 当圣灵带领我们 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 里里外外 都写满了字 这是父的智慧 所以主的灵又说了 写在外面的 就是字面上的话 就是字句 是知识 但是是准绳 是为了 字句呢 是为精益铺路的 写在里面的 是隐藏的话 是精益 是奥秘 是灵 是生命 是神的心 我们看到 灵后 灵后的三章六节 怎么说 字句叫人死 精益叫人活 对 那么保罗在 以福所说三章三节 说什么呢 说我用启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所以今天我们想看圣经 明白必须借着什么 圣灵的开启 我们才能知道福音的奥秘 所以保罗在 以福所说第一章十七节 十八节 又告诉我说什么呢 说让我们求什么 求智慧的灵和 启示的灵 能够 才能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只有智慧的灵 启示灵 开启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圣灵呢 把圣经 把圣经里面的揭开 那么圣经是怎么了 就活了 就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那么再来的基督 我们看他口中 口中出来的是什么 再来的基督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六节 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五节 再来的基督口中里出的是什么 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那么启示录第六章 我们看到 那敌基督灵 是拿的 他不是两刃利剑 他虽然是白马 但他出的是什么 是只有公 没有剑 但耶稣再来的基督是什么 有公有剑 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感谢神 那么一把两刃利剑呢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当有一把两刃利剑的时候 才是什么 也就是说 有字句 有经义 有字句 有经义 这叫什么 道 这就叫生命的道 道里有什么 道里有灵 道里有生命 道里有神的话 道里边有耶稣 这道就叫真理 真理就是一针见血 所以 以夫所 所以那个西伯来书 第四章十二节 十三节说什么呢 上帝的道啊 是什么 是有功效的道 是吧 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能刺透我们的骨节与骨髓 刺透我们的魂与灵 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怎么了 刺入跑开 感谢神 这就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但是呢 现在就怎么了 七印封严了 为什么用七印封严了呢 因为不到时候 不到时候神就把它封严了 所以七呢 代表一个完全数 七印 是我完全的权柄啊 主的您说了 七印是我完全的权柄 一字不漏的都封起来了 封存在父的宝座前 封存在最保密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路西服 看不见 找不到的地方 因为路西服 一直像在神的话一样破坏 那么这个封存了 七印封严 是路西服找不到的地方 封存在哪里 封在神宝座前 最保密的地方 是吧 是由天使长看护 到世界末了的时候 我把它拿了出来 所以为什么封 原因在哪里 我们打开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神就开启 早上的时候神开启 给了很多经文 然后开启呢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29章9节和14节 因为神就告诉 为什么用七印封 当然我们知道了 小书卷 如果神的时间不到 主说了 他的时间不到的时候 是不会给我们打开的 我们也问过主 主啊 什么时候打开 主的灵又说了 世界末尾的时候 他带来之前的时候 就给我们打开了 当人心归正的时候 就给我们打开了 我们看以赛亚书29章 为什么封 这是今天早上神告诉我的 为什么封 在我灵修的时候 早晨 神把这书经文告诉 为什么封 用七印封言了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29章第九节 到十四节 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 你们我读一节 你们读第二节 你们等候旌旗吧 你们艳乐昏迷吧 他们醉了 却非因酒 他们东倒西歪 却非因浓酒 因为英文化将沉睡的灵交换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 盲看你们的头 你们的眼就是先知 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所有的末世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是不是 所有的末世 你看 人只能看什么 看一般的神的话 但凡是圣灵末世的 凡是心智末世的书 看却看怎么了 不明白 是吧 如同什么封住的书卷 这个封住怎么封住的 圣灵告诉 就是你其应把它封住了 如果不到 不到时候 神是 你是开不起的 说路西福一直想要得到这个 他是得不到的 神说把它放到最隐秘的地方 是他得不到的地方 是用天使掌 在宝座前看过的那个地方 那就说 人将这书卷交给十字的 说请念吧 他说我不能念 因为是什么 封住了 大家再读 人将这书卷交给顾十字的人 说请念吧 他说我不顺识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什么 领受人的丰富 大家明白吧 为什么这书卷是丰富的 是因为很多很多神的仆人 今天是把 是牧人把主的羊带到哪里去了 领错了路 是吧 在先知书有好几处都说到 是牧人把主的羊领错了路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的话语 他们有很多这个道德掺杂 是人的吩咐 人想了那么多的 花言巧语 把百姓引错了路 是人的吩咐 还有什么呢 是他们艳乐昏迷 是什么回事 他的心呢 在哪里 在世上 心在世界 他们信耶稣 是为了求好处 所以他们都里面是怎么 艳乐昏迷 醉了 里面醉了 是吧 感谢主 我们来一起读十四节 所以我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也就是说这世上的智慧 世上的聪明 神要废掉它 人都觉得什么什么挺能的 神废掉这些 神要的不是从头脑来的一些知识 神要的从圣灵的开启 如同今天我不能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做 不是我能讲 不是圣灵若不开启 我一句都讲不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今天教会的全力以赴 是神兴起了 让他的孩子们 让他的教会配合他自己的工作 神说时候到了 是整个教会的全力以赴 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 整个教会的在一块 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是什么呢 这是十六 我们大家喝的是十六汁 喝的美酒香酒 大家都破碎自己 都没有自己的意思 全部一个心字的 在那同心合意祷告 全部都破碎自己 都一个心字 一样的意念 就是让神的道被揭开 就是因为神的指引用畅通无耻 所以神才把这小书卷 给向我们打开 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是神自己 是整个教会 今天都被开启 是整个教会 弟兄姐妹的心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大家就是一个心的 让神的旨意 不被拦阻 阿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风 是因为什么风呢 是因为人的悲逆 是因为人的心在世上 是因为这些个牧者 是因为这些神的仆人 不懂神的心意 不懂用神原来的神的话语 去来教导百姓 也就是说 是牧人不会依靠圣灵 牧人不会依靠神的灵 而是什么呢 他们离开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着了一个破漏的池子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来示 是不是 感谢主 好 我们再来看 所以告诉我们 这就知道了 什么用气 为什么用气 封严了 为什么用气 封严了 是因为百姓的恶 是因为百姓的恶 人心信耶稣 不知道要耶稣 只要耶稣祝福我的平安 只要耶稣祝福我 这发财 那得恩典 我这得好处 那得好处 很多人仆人 为了我们信耶稣 虽然为主做工 但很多仆人 主啊 你给我能力 主啊 你给我恩赐 主啊 你给我恩高 主说他们是为了彰显自己 并不是为了我的旨意畅通无阻 并不是为了叫百姓 好好的明白神的心意 不是自己好好的跟随主 走一条生命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真的是 有这道气雷那一块看到了 真的是 把牧人 把整个神的一个愤怒 到气雷那一块啊 看到这神 是人啊 不明白神的心意 本来神带领我们是走一条直路的 但是因者不明白 很多牧人不明白 所以走了什么路了 弯路了 但今天到幕后的时候 人心都开始寻找神 人心都开始寻找神 庄稼熟了 所以就是在人心归更的时候 神要把他的书卷打开 所以主的灵说什么呢 他说 给老 就当时的启示录啊 说当时的启示录 给老约翰看见的都是什么 是比喻 是影儿 到了时候 才把这宝贝拿出来 嗯 完了我们就问主啊 到什么时候呢 啊 神的灵就告诉我们说 就是到人心归正的时候 人心找神的时候 世纪末尾 麦子 收割的时候 就拿出来了 现在正式收割的时候 然后最后灵里就看见啊 麦子都已经收割了一半了 说麦子都收割了一半了 开始 然后就看见我呢 把这个揭开的小书卷啊 就拿到那个地里头去 这时我就哭了啊 我就 我就很难过 我就哭了 我主啊 你饶恕我吧 饶恕我耽误了你那么的时间 因为按说这个启示录呢 在八年前 神就要借着这个教会呢 把它打开 但是呢 当时受了很多的 这个就有风风雨雨吧 很多的风浪吧 所以就是这个小时 因为被当务了这么多年 所以我就哭啊 我就在那哭 主啊 你饶恕我 饶恕我 主啊 是我当务了你的时间 然后主的 你又说什么呢 主说 现在还不晚 精益 精益不到时候 精益不到时候 我不给你们 我不给你们打开 你们看的是外边的字句 字句 揭开了 才是精益 才是全辈的真理 精益解开了 才明白了我的心 精益解开了 才是透明的 精益解开了 才真正明白父的心 才懂得天国的奥秘 才能在圣灵里 神人合一 教会合一 就是把神 把圣灵打开了 在圣灵里 在真理里 才能神人合一 教会合一 明白了神的心 就透明了 再说一遍啊 明白了神的心 就透明了 神的话透明了 神人就真的合一了 教会也真的合一了 凡被基督掌管的教会 就能够合一 阿门 好 用七印封言了呢 这里主的灵又说了 神的心 是和这七印连在一起的 人的心回转了 人的心回转了 要神了 神就揭开着七印 展开小书卷 这是灵里呢 又看见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 就是白纸 没有字 完了他的右下角呢 盖了一个印章 主的灵说 我的计划 我的预言 到世界末尾的时候 都让你们知道 我在这里 我今天早上看到 我主的一张白纸 看到一张白纸 盖着印 说那什么意思呢 我就在那问神 我在那默想 然后主的又开启我 就是如同今天 好多搞特工的 搞特工 他们传递消息 你看看到没有 在那个打仗的时候 是吧 在那个搞特工的人 他们那个传递信息的时候 很多时候 怕对方看到密码 然后他们用什么 就用药水 一种药水 对 把他该写的传递信息 传好了以后 用一种药水 我给他一涂抹 然后对方什么也看不着 看不着以后呢 他怎么看 那传递到那个人的时候 到他们的 然后他用一种 特殊的药水 一抹 里面的字全出来了 是吧 那么就是今天 同样的 神把这隐藏的 神给我们 这个白纸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也是一种药水 这个药水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药水 就是悔改的泪 悔改的心 就是我们要神的心 当我们要神了 悔改了我们的泪水 就是一种什么 药水 我们要神了 神向我怎么了 把他的话 向我们打开 所以主的灵又说了 启示录 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 揭开了 就是一个泡开的胖大海 揭开了 就是整本圣经的音验 没有揭开的启示录 就是压缩的饼干 又如水 没泡之前的胖大海 启示录的揭开 就是整本圣经 大小先知书 一切预言的应验 阿们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启示录的揭开 就是所有整本圣经的 预言的应验 阿们 好 我们看第二集 我又看见 来我们一读第二集 一拜七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掌 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好 这里说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这是老约翰呢 再一次的看到 看到了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 这是什么呢 这位天使就是守候在宝座前的天使长 他大声宣传说 他这个宣传大声 是为了叫天上的天使天君 和一切的圣徒都知道 知道什么 有谁配掌开那书卷 配揭开那七印呢 也就是说 看到了 这个时候哈 就看到了什么 一卷一卷呢 都是用印封着的 就是看到 就像我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 金光姐妹看到过 就是幕后的启示录 就是那个有一个纪录片 就那个启示录 那个电视 电影啊 就是那个光盘嘛 就是那个老约翰 就是一卷就看揭开 就是一卷一卷的 像一卷卷轴似的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看见了 就一卷一卷的 就是看见那样的 就是都有那个印封着 所以这个 这是告诉什么呢 这位大力的天使在 他大声宣传说什么意思呢 就说 没有一个人 配揭开 所以当时他一说的时候呢 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没有一个人 说哎呀 为什么呢 都知道自己不配 都知道自己不配 所以这个展开呢 就是打开的意思 揭开呢 就是把天国的秘密 拿出来亮相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是末时了 也只有到末时了 世界末尾的时候 才能向你们打开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什么时候把这个书卷 向我们展开呢 什么时候向我们揭开呢 就是世界末尾的时候 世界末尾的时候 才能向你们展开 打开这小书卷 也就是这个小书卷呢 就是封着的圣经 就是封着的启示录 揭开那七印 也只有父和子 才能揭开这七印 所以主又说 主的灵又说了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解开小书卷就是救人 当圣灵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真理的时候 我就是那灵 主说我就是那灵 当你们明白一切真理的时候 你们就有我的心 和我一起去救人 神的果要赶出以东人 以东人在神的眼里 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 是一个远离神的人 所以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就是马太福音七章那里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只有看到那个 长大麻疯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告诉我说 今天所有普天之下的人 即便今天我们有 以东的生命 即便今天我们有 贪恋世界的东西 就好像我浑身长了 长满了大麻疯 主说只要你肯 只要你肯来到我的面前 基督说我愿意伸手 洁净你 我愿意洁净你 你伸手大麻疯就被洁净 阿们 我们来看第三节 来一拜起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在天上 指天上的天使 和天上的驻君 没有一个能揭开其印 展开那书卷 地上呢 是指各国所有的人 无论高贵 无论卑贱 没有一个人能展开那书卷 地底下呢 是指死去的 大有哲学的名人 伟人 高贵人 包括撒旦一会的人 没有一个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 好 第四节 来一拜起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好 在这里说 因为没有配展开 这里告诉我们说 除了父和子以外 天上人间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 配观看那书卷 这个配观看那书卷呀 是指着说 唯有展开了 主的林说 唯有展开了 才能观看 没有展开的书卷 看是看了 却不晓得 听是听了 却不明白 看的都是比喻 看的都是字句 看不懂隐藏的真理 看不懂神的心意 地下说 我就大哭 老约翰当时就大哭 为什么大哭 因为不明白 为什么没有人能打开 我就大哭 主人又说了 因为老约翰 他为神的国担忧 他愿意天上天下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书里的奥秘 老约翰自己也想明白 所以他就大哭 因为他有一颗 与天父同父一额的心 愿意与主同父一额的心 他愿意明白 天书的奥秘 他就大哭 他哭什么 为什么不能打开 你看到这里 我就想起了 我想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现在说起都 二十多年前 九一年 九一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当时呢 我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看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块的时候 我现在想起 想起了 约翰为什么大哭 我当时就看到这 那首肝脏信 就不长时间 就是很渴慕 非常渴慕 渴慕重复音 渴慕明白神经的心 渴慕看圣经 天天晚上不睡觉 也看看 看不懂 看不懂 然后我看到 看到这块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个 老约翰大哭 我也哭 我就看着 天上地下 没有一个人配接开 我就在那 不知天上地 我就喊 我愿意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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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真是 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就在那里哭 哭 我愿意接开 我愿意接开 这现在就想起来 这都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哭完了 现在说起都二十多年了 那时候我不懂嘛 我哭完了 擦了眼泪 哭的眼泪 什么也看不清楚 模模糊糊的 哭完了擦了眼泪 往下接着看 你看哎呀 那你明明是说 是羔羊接开的 明明是被杀的羔羊接开的 哎呀我说主啊 是你接开的 我就不用哭了 那你就会接开了 我没有想到过了二十多年 今天神把这样的负担给了我哈 然后那天我们就祷告 我说主啊 我说那天我那二十多年前 我怎么那么无知啊 我怎么那么无知啊 在那哭 跟老爷爷还一样 在那哭哈 然后我们的同工呢 因为圣灵就借着我们的同工就说 说你在你哭的那一刹那间 神就把这方负担使命给了你了 只是时间不到 所以还没有显明 所以还没有解开 感谢神 真是感谢主 好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就看到了哈 另外呢 还有一个哈 就是说 时间不到嘛 就不能解开 现在你想起来呢 在八年前的时候哈 八年前的时候有一天 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呢 是咱们教会是每一周都有一个通宵祷告 每一周有个通宵祷告 因为那不明白神的心意呀 哎呀 就是一周一次通宵祷告 那时候也真的是不懂啊 不懂 愿意明白神的心意 那么有一天晚上呢 不是教会的通宵祷告 是我和我教会一个同工 还有一个外面来的一个同工 这两个同工呢 他们俩呢 都是有圣灵的那种 启示恩赐 先知恩赐 他们俩 我们三个人在那祷告 那个不是通宵祷告 就是我们就是愿意明白神的心意 那时候经常啊 我们在会儿祷告 都是常常的 就是除教会以外的 那个通宵祷告以外 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有祷告的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呢 祷告到半夜一点多的时候 我一个同工呢 因为他们俩都有先知恩赐嘛 我一个同工呢 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 这种先知恩赐的灵呢 这种恩赐 这种启示呢 就在通宵祷告神赐下的 当时赐下的三个姊妹 同时有这样的恩赐 不说这些了哈 那恩赐嘛 都是工具 它不是生命 只是恩赐是辅助真理 是帮助教会 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 走正路的 感谢神 那么当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我的一个同工呢 因为他就看到哈 那时候在半夜一点多的时候嘛 我们就方言祷告 他就看到主耶稣 就看身穿了一身白白的衣服 特别烦 就看到主耶稣抱了 抱了一个很大的案卷 就是好像一个大捆啊 一个大案卷 就抱着 咔就给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就说 就说这个教会要接受审判 然后那个 那个姊妹就看到说 这里的这个教会的投阳 要先接受审判 吓得我就是只嘚瑟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天天就是 我们天天是 天天查口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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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就回到村庄的真理里边 回到村庄的真理里边 然后凡事都不敢自己当家 以前那是自己当家 自己来安排圣工 自从有了这种 先知的灵 先知启示的这种恩高以后 教会的所有的服事 都不敢凭自己了 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都是祷告 那圣灵说的算 那神的灵引导教会 而天天查口圣经 怎么越查还越要受审判 那时候我不懂 什么叫受审判 我不明白 我就吓得我直嘚瑟啊 就那样吓得 然后就说 接受审判 不是为了定罪 是为了归正 审判是用神的道 我当时就问了 用什么审判 我就打开 就是启示录 就是打开的小书卷 用启示录来审判 审判是什么 就是归正教会 归正我们 说你不接受审判 不接受我道的审判 就看到一个图像嘛 就等于不接受审判的道 就再一次 就看到一个十字架 就再一次把耶稣 重定十字架了 使耶稣再次受羞辱 就明白 如果不接受审判的道 那么我们就等于 再给耶稣 就是让耶稣 重受羞辱了 就是必须接受 这审判的道 我们才被洗净 才被归正 才能够与主更好的联合 合一 把心中的一切的肮脏 一切的不好 借着水和道 洗净了 才能没有瑕疵 没有斑点 没有皱纹 成为他的心腹 才能和他合一 才能和他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感谢神 所以呢 那就领受吧 就接受了 所以呢 就接受了 接受了以后呢 神就借着他的道 所以就带你 这个教会 虽然中途呢 我们上次也说过 虽然中途呢 也经历了 教会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然后呢 神又把我隐藏了七年 然后直到今年16年 16年的元旦呢 这个教会的通宵祷告 再次让我回到这个教会 来主持工作 因为这七年 我没有在这个教会做工 因为神把我隐藏 那么直到今年 神又再次 借着整个教会 这七年教会 也经历了很多的熬练 所以呢 现在神要全 整个教会的同工们 一个心眼的 大家彼此合一 彼此相爱 一个西式的 就是一起的 来 来干什么 完成神 教给这个教会的任务和使命 所以只能说 神啊 你真伟大 神啊 你的旨意 没人能拦阻 我们只能哈利路亚 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为我们死了 他为爱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死了 我们就愿意为他活着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这份爱情 我们愿意为他活着 我知道我原来 真的是为了爱 在寻找 在寻找 我一直寻找 哎呀 能够有一个人 能够为我去死 哪怕爱我爱的 为我去死 我就愿意为这个人去死去 我就为他去死去 可是我没有找到 我在世上没有找到 而且伤痕累累 心也碎了 甚至我想出家 我都走到五台山 我到了五台山 想当尼姑 但是是神的灵 开启了我 是神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所以呢 我找到了 透过圣经 透过福音 我找到了 我知道 唯有耶稣 他为我死 他真的是为爱我 为我死了 所以今天我就愿意为他活着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这方同工们 我们也愿意为他活着 不是为了任何人 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 不是为了出名 不是为了一切都不是 就是为了神的旨意 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为他活着 感谢神 亲爱的主啊 我们实在感谢你 感谢你为爱我们的缘故 主你定在十字架上 你在寻找那一份真正的爱 主啊 你为了爱我们 主耶稣叫我们把心 就是用你的心 在十字架上点燃了 证明你真的爱我们 爱到为我们死去 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主啊 是因为你的爱 点燃了我们的心 是因为你的爱 夺了我们的心 是因为你的爱 主啊 唤醒了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不为你活着 我们为谁活着 主啊 原谅我们过去的无知 原谅我们过去为自己活着 原谅我们过去 很多利用你的名 主啊 我们说信你 我们利用了你的名 主啊 我们自己要需要的那一份 我们抓地上的东西 抓肉体的东西 主 你饶恕我们过去的瞎眼和无知 主啊 你要的是我们的心 你要的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归回的时候 你就满足了 主啊 我们愿意把心给你 我们今天愿意把心给你 主啊 谢谢你 主 当我们把心给你的时候 你的心才 真的才得安慰 主啊 你要的不是其他的 你要的不是钱 不是物 你要的就是我们这颗心 主 我们愿意把心给你 因为你的爱情如此之坚强 你叫我们今天 对你的爱情也是如此之坚强 主啊 你带领我们 再次来夺我们的心 谢谢主 恩高 祝福一下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我们再往下看哈 再看第五节 第五节 来 一拜起 长老中 看哪 犹大支派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西印 这里说到了 长老中 有一位对我说 这位长老呢 对老约翰说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 这位长老 他这是宝座 这是在宝座前 侍奉神的一位长老 这位长老呢 曾在地上 主 这里说 他曾在地上 为我被杀 他现在在宝座前 天天侍奉我 他是一位 大有尊荣的长老 所以长老说 你不要哭 说 不要哭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他知道 谁能展开 谁能揭开 因他天天在宝座前 侍奉神 他与天父同心 他与神的心 心心相应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 谁配揭开 小书卷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被杀的羔羊 所以这里说到了 看哪 看什么 圣灵说 看耶稣 就是看耶稣 看我们那位 亲爱的良人 看我们的王 因为他是 犹大支派的狮子 所以底下说了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狮子代表万王之王 狮子代表万王之王 狮子的吼叫 声势浩大 犹大 犹大狮子的吼叫呢 能震住撒旦 震住邪恶 所以主的灵说 我是震身之王 我能震住一切恶兽 我要保护全人类 所以当他的狮子的面孔 一出现的时候 他要震住一切的恶兽 他要保护全人类 所以审判的道 是把我们里面的恶 审判出去 目的干什么 是要保护我们 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 是为了保护全世界 每一个人 阿们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旗印 主的灵又说 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打碎魔鬼的头 我完成了父的计划 我胜过了一切黑暗全世 我配展开这书卷 我配揭开那旗印 我看建筑的宝座 降临在神州大地 破碎从宝座流出 自认这南北斗星 各方的人都观看 耶稣要释放大地 把体的仆人兴起 去祝福全地 哈利路亚 双手向父神举起 感谢他亲爱的爱 领导神州大地 荣耀哈利路亚 双手向父神举起 感谢他无比大爱 领导神州大地 主啊 感谢你 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请主带领我们继续来到 基督第五章的六节 我们来读第六节 来 拜祭 我又看见宝座以四国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战力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上帝的七灵 奉猜前往普天下去的 好 我们看到老约翰呢 又看见宝座以四国物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战力 是吧 你说老约翰再次看见 看见羔羊战力 这是老约翰的再次看见 那么这个时候呢 灵力又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宝座的主 身穿一身 那种血白发亮的衣服 他挺身昂首 站得非常非常直 就是看到这个战力的羔羊呢 看到主呢 站得非常直 而且他面对的是全世界 然后主的灵说 暴风雨快来了 就说暴风雨快来了 也就说告诉什么呢 就为什么看到战气的羔羊 我们看到耶稣没战力 他是羔羊 是不是 那么就他那样的谦卑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坐在父的宝座上 然而呢 他是那样的谦卑 像羔羊那样的谦卑 但是呢 再来的羔羊 就看到暴风雨来之前 世界末了的时候 也就是撒旦 丧心病狂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呢 主耶稣站起来 他是迎着 你看他是整个面对的全世界 他是面对的全世界 所以主说暴风雨快来了 那么就是犹大的狮子 犹大的狮子 要向一切的恶兽吼叫 要镇住恶兽 镇住一切的什么 邪恶 是不是 感谢神 所以在这里看到呢 这也是 主的你又说了 这也是约尔书 预言的音验 但是我要让 瞎子看见 耳聋的听见 我奇妙的作为 要发生 世界 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今天神让我们这些个瞎眼的看见 叫我们的耳聋都什么 听见 是吧 听见 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神让我们干什么 抓住 抓住今天的机会 今天姊妹上午不也讲吗 抓住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 是吧 抓住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 来 在这之前干什么 就预备我们的心 就是预备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心 把我们里面那些肮脏的过去 这个唱诗别也唱到了吗 把那些旧的东西全部除去 全部除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干什么 更新 是不是 预备我们的心 与主合一 让我们都进到主的里边 所以呢 让我们进到主的里边 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让我们一个一个都进到什么里边 进到最大的保护的里边 进到基督的里边 进到耶稣的怀抱里边 这是最大的方舟 这是最大的保险 阿们 现在好多人看到这灾难 特别多 这样保险 那样保险 但是这些保险 我们看到 哪是最保险的 唯有基督里是最保险的 感谢神 好 底下又说到了 像是被杀过的 就这位高阳战利呢 像是被杀过的 就是看到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杀的那些痕迹呢 都是人 就是这个钉痕呢 在他身上 永远有一个记号 那是一个爱的记号 所以主的灵说 我就是被杀过的羔羊 我也是犹大的狮子 我是上帝独生的儿子 耶稣基督 然后这个圣灵就唱 王国啊 我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我们都来送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 大是慈爱 耶和华的城市 真到永远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看到了 我们今天真的要赞美他 他向我们存的诚实 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有这事 有这有那 有很多很多的 不理解神的心 但是今天末世 神把他的书记 向我们打开 向我们打开以后 用他的道 用他的真理 把我们一切身上的瑕疵 斑点咒纹 给我们洗干净了 好像成为荣耀的 心夫与他合一 和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从心里 发出对他的赞美来 好 第一个说 有七脚 七眼 七我们知道 是代表完全的数 脚代表能力和权柄 七脚 主的您说 代表我权备的能力和权柄 我与父完全合一 我有用不尽的能力 我已得胜 我的名称为奇妙 测试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我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这是七脚 七眼 主的您又说 我的七眼 使我洞察一切 观察一切 我能观察天和天上的 地和地下的 沧海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的 我都一目了然 我能观察全世界 我要审判全世界 我的七眼 能驱散 诸恶 马拉圣人就唱了 出撒旦 灭邪灵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命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命 也就是主的七眼 要除灭撒旦的作为 要灭尽 所有邪灵的作为 阿们 然后底下 要么看到了 主就说 我的七脚 七眼就是我全辈的能力 就是上帝的七灵 好 我们来看哈 上帝的七灵 上帝的七灵呢 就是上帝的七灵 上帝什么七灵呢 我们先打开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神告诉我们说 打开 其实就是以赛亚书的 这个七灵是什么呢 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 上帝的七灵 我们来读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 来 第二节 一拜起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居使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敬畏耶和华为恶 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莫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 信实必当他泪下的带子 感谢神 我们就看见七灵在哪里 在耶稣的身上 是吧 七灵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当七灵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耶稣就凭审判 就是他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 不凭耳闻 是不是 而且他要审判什么人 你看 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什么贫穷 灵里的贫穷啊 你为什么圣经神经 你的神 一个人都有 人都好几本圣经 为什么贫穷啊 不吃神的话 不可恶神啊 那么都要受到审判 这个审判不是为了定你的罪 审判是为了归正你 审判是为了什么 审判是爱你 审判是让你跟主有一个合一 审判是为了叫你和主永永远远在一起 是你不被撇下 这是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 这是神爱你 因为审判是从哪里开始 神的家开始 你就像神说 对我们 你越跟主亲近 你越天天查好圣经 这是神的家 神就要先从这里开始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经过审判了以后 你看财有底下 六节到九节 那在神的山上 就是什么那个 都不伤人 是不是 他经过审判了 才能够彼此合一 才能彼此相爱 他不经过审判 是不能合的 狼财虎报乱七八糟 他不能合 什么灵都有 只有经过审判了 才能完全的合一 才能真正的相爱 感谢神 好我们来看着七灵 从一旁看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那么这个耶和华的灵呢 就是七灵 就是完全的灵 就是耶和华的能力 在我身上 我全身都是力量 我的全身都是宝 上帝的七灵 就是宝 这是主的灵说的 就是神耶和华的灵 住在我的身上 再说一遍 就是耶和华的能力 在我身上 我全身都是力量 我的全身都是宝 上帝的七灵 就是宝 好我们来看 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 就是认识耶和华 就是智慧 求神赐给我们 什么灵 认识耶和华的智慧 对 什么叫智慧的灵 神的灵说 认识耶和华 就是智慧 咋能有智慧 你认识神 很多人说 不认识神 我心里我二十年了 三十年 我怎么不认识 你不认识神 你所认识都是在书本上 一个头脑的 你不认识神 就像谁 约伯 是吧 约伯 约伯觉得自己很敬虔 很 当约伯 今年的一系列的 那些个什么 苦难以后 约伯才什么 才说什么 我从前 封闻有你 今天怎么了 今天 看见了你 那叫认识 所以求神 今天要么真正的 有智慧的灵 就是认识耶和华 就是智慧 真认识它 聪明的灵 怎么能够有聪明的灵呢 主的灵就说了 进到基督里 就是聪明 远离恶 就是聪明 我能驱散 邪恶 你今天能够有 属灵的分辨 就是聪明 听神的话 就是聪明 你说其他 我都不知道 但有一点 你能够听神的话 就是你的聪明 阿们 好 谋略的灵 什么叫谋略的灵 谋略的灵 就是有智谋 然后我们就问了 主啊 怎么能有智谋呢 完了圣灵就唱了 圣灵唱什么呢 七七提 我要七七提 我要听我 亲爱主声音 他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主 四声音 就是说当你 你要安静 说你能够安静 听我的声音 你就有智谋了 你有千计 妙算 不如听上帝的一句话 然后就又问了 主啊 上帝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神的灵又说了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我必快来 也就是说 要么悔改 天国尽了 就是你当归正 走正路 我救你 接你回天家 这就叫谋略的灵 你有千条万计 你有千个打算 你不如听神的一句话 神的什么话 天国尽了 你当悔改 对 因为主要快来 阿们 什么叫能力的灵 能力的灵 主的灵又说了 你听我的话 就有能力 就有信心 能力 是从听神的话 而来 这就是能力 阿们 知识和敬畏 耶和华的灵 你以我的心为心 以我的事为念 我就 尽了你的心 我占据了你的心 你就尽到 不正宗的火里面了 这就是敬畏 耶和华的灵 七灵 就在圣经里面 这就是全辈真理 想得到七灵吗 好好看圣经 想得到七灵吗 领受他全辈的真理 你就得到七灵了 所以 懂圣经了 要持手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认识我的人 我就开你的灵眼 你与我 我与你同掌王权 这个时候圣灵又唱了 持手走一条 十字架的道路 持手就是得胜 持手就是必蒙福 我记不住啊 我记不住全词啊 就持手 持手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持手就必得胜 持手就必蒙福 阿们 好 也看到哈 再往下走 就说 上帝的七灵呢 是什么呢 底下说了 奉猜浅 往普天下去的 就说 我的七灵奉猜浅 与我的仆人 使女 往普天下去的 父猜了我 我又猜浅 我的使者 我的圣灵保卫师 保护着他们 我的七灵 复辟着他们 给他们信心 能力 恩高 有了我的七灵 他们才能完成 我的使命 才能救万民 才能释放全地 阿们 求神赐给我们七灵 怎么得到七灵 是求来的 还是怎么来的 好好 回到圣经里 主说 他的七灵 在全本圣经的里边 他的七灵 在全被真理的里边 阿们 好 我们来看第七节 来 第七第拜七 这羔羊前来 从 这 好 感谢神 这里 主得您说 我来到父的跟前 接过他右手的书卷 这书卷也是 父的大印 也是天国的奥秘 我接过来了 同时 也接过了 我父的重托 接过了 全被 这就是七节的内容 看八节 来 八节 我们再读 阿们 好 他既拿了书卷 然后我们就又问了 主啊 你什么时候拿着书卷的呀 然后主得您就说了 我二次再来的时候 手拿书卷 审判万民 审判世界 审判完了 我的真体都叫你们看见 就如同 我复活后 与门徒在一起 和门徒一同吃喝一样 然后 我 我就又问了 我主啊 那这个五章十三节 什么时候应验呢 因为我们刚才读了五章十三节 主得您说了 二次再来的时候应验 好 记得啊 十三节的事 全是二次再来的时候应验 好了 我们来看圣经 还是这个八节 伺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符合在羔羊面前 伺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爱我 他们渴慕我 他们仰望我 他们顺服我的命令 顺服我的权柄 凡来到上帝面前的 都是顺服神的命令 顺服他的权柄 顺服他权柄的人 是有福的 因他是总指挥 阿们 这是这句哈 拿着琴 各拿着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乳 各拿着琴 伺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是发自内心 击鼓跳舞 赞美神 敬拜神 就是这个各拿着琴啊 带着他们对神的赞美和敬拜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金炉是器皿 是成为的器具 这是 这是他们清新 吐异的心香之器 主的灵说了啊 什么叫 盛满了香的金炉 主的灵说 这是他们 清新吐异的心香之器 就是他们和我的谈话 对话 和我的交通 我交给他们的任务 托付 他们完成后 向我的汇报 我都放在这里面了 就放在这个金炉里面了 这个金炉不是放香的地方吗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跟神的 清新吐异的 不是带祷啊 就是那种清新吐异的 主啊 我爱你 我渴慕你 主我要你 我需要你 跟主的那种 就是那种 跟那个恋人 相亲相爱 那种恋人的那种 那种语言啊 那种清新吐异的 跟主的那种香蕉 不是不让你带祷了 带祷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需要带祷 今天的这一切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还没有被得到 我们必须带祷 祭坛的祷告 一些祷告啊 什么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但是就说 这个新香之气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向主发出那种 爱的邀请 爱的语言 跟主爱的人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 单独的新郎 和新妇的那种什么 爱的谈话 爱的交通 是不是 爱的谈话 爱的交通 爱的对话 就是我们一句 主刀灵说一句 跟主那种爱的那个相交 然后还有呢 主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我们做完了 然后跟他有一个什么 汇报 另一二不讲过了吗 另一二说 以前他们那个 没做工之前 跟主问主啊 主啊 该怎么做 我该不该去呀 我该不该去 那个教会呀 人家都约请我们 该不该去呀 他们跟主祷告 主告诉他们了 告诉他们完了 他们就做做做 最后有好多好多 教会的请他们啊 讲完了 这个教会请 那个教会请 他说就没来的 就忘了跟主汇报了 也忘了告诉主 我该不该去了 他们就自己就决定了 最后怎么了 最后就是 神的灵就开始 批评他们 是吧 就批评他们 感谢神 他们就开始回答 感谢神 所以主说 就是我们 主给我们 交给我们的托付 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我们完成了以后 还要向主汇报 主啊 感谢你 上午讲到的 或我下午讲的 或你交给我的这些任务 主啊 我做的怎么样 你还满意吗 还哪需要悔改的地方 我还哪需要主啊 需要你归正的地方 是不是 我们需要跟主汇报 感谢神 我们看到 世上的领导 交给你任务 还有一个汇报呢 况且我们问王之王 我们的良人呢 阿门 所以这个金香炉呢 盛满了香的金炉呢 就是装了这些 所有与主的香蕉 祷告 好 这香呢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就是你们的祷告 是全世界圣徒的祷告 圣徒的祷告 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 是信心的祷告 是和我心意的祷告 我就成全 看到没有 圣徒的祷告 神说是什么 是和他心意的祷告 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 是信心的祷告 神说什么 我就成全 你说主啊 我打祷告那么长时间 没被成全呢 合不合神心意呀 是不是啊 你的祷告 合不合神的心意呀 是不是 你合神心意的祷告 神说就给你成全 是不是 你没有被成全 不要埋怨神 是不是你所求的 不是神的国 不是神的意义呢 是不是 不要求外邦人所求的 外邦人所求的是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那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要求什么 神的国啊 神的义 圣徒的祈祷 圣徒的祈祷什么 神的国啊 神的义 明白神心意的祷告 信心的祷告 是吧 和神心意的祷告 主说 我就给你们成全 感谢神 我再往下走 好 好 第九节 好 第九节 第九节 我再往下走